看看新闻吧 照片中两人刚刚从下榻酒店走出 李光杰轻轻摟住樱桃的肩膀 并时不时低头看着樱桃 表情关切 俨然一副老夫老妻的模样 这段恋情却似乎早就有迹可循 从两人合作的话剧 罗米欧与朱莉叶开牌到上演 最大的卖点就是李光杰和樱桃 根本听不下来的吻戏 完成后悔 去死 我传不下来气啊 我也是 我的眼前也一片白 刚才咱俩签上了 不知道 再来 在画剧已开场的二十分钟里 李光杰和樱桃频繁拥抱 激情热吻更是不下五次 只是早在今年二月 该戏在香港演出成功时 两人就在庆功宴上当众热吻 儿童组的工作人员 也早就知道他俩假戏真作 之后的演出 两人都是同进同出 往返剧院和酒店 不过双方都没有做出回应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客气啊 我不客气啊 以前的院子生活 我不敢说的 背包恋情的同时 李光杰和樱桃各自的婚事 也再度受到关注 李光杰的前妻是演员郝磊 还一度和王洛丹 传出过闪结闪离的绯闻 而樱桃在走红前 也和圈外人有过一段婚姻 离婚后被抱 曾和李小冉的前男友 孙东海有过一段情 而孙东海也被认为是 延坡被砍案的幕后主使 不过两人现在都是单身 男未婚女未嫁 如果是真的 就大方公开嘛 抓紧 这事应该是我爸考虑的 不应该是兄弟考虑的 我是托 受刚才那对八十岁的 长者的委托 真的吗 对对对 樱桃不错 有了新的力 阴系结缘太正常 编辑报道